主厨特餐 主厨特餐 我是庆林 今天在我们主厨特餐现场的是 小七车观点的小七曾燕好 哈喽小七 清林好 大家好 我又来了 每次礼拜四 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很期待说 小七今天帮我们又介绍 什么跟车子有关的知识 我们今天其实跟小七来聊一聊的是 车子保险 保险这个事情 所有的车主 其实都会遇到 汽车开始聊好了 汽车的保险 政府要求一定要保的是什么 强制险 就是所谓的第三责任险 那以前没有第三责任险的时候 其实发生车祸都是要车主之间 来做赔偿 那有的时候其实金额确实很大 所以有时候常常会发生 这个被害人求助无门的一个状况 所以当年在科妈妈 这个奔走之下 我们才立法 要求说每一辆车辆在领牌 或者是验车的时候 都一定要保有效的强制险 就第三责任险 在发生事故之后 可以针对不幸身亡 或者是受伤 这个程度比较重的人 来做一些赔偿 是的 第三责任险是每年都一定要重新保的 它的险就是一年一年为期 那你也可以一次买三年 可以一次买三年 有比较便宜吗 没有 因为那是公定价 而且现在它保险的法规相关有做一些修订 所以不能够退佣 所以大家可能上网买搞不好会比较便宜 我记得 你跟保险公司直接买会比较便宜 但是以往就是买比较多会比较便宜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没有办法直接退佣了 所以可能会装这种状况比较少 是 第三责任险 它是保人 保车 它是保人 保人 而且第三人 它字面上来看就是 A跟B之外的人 不是驾驶 不是驾驶 也不是驾驶同车旁边的人 是车子 你开了在车外面的人 有理赔的金额上的上限吗 有 它有政府明定的上限 我记得好像是100万还是200万 这个实际上要查一下 但是这个金额不会非常的高 它最主要是做一个基本的保障 是 也就是不是说保了第三责任险之后 如果说你有一些纠纷 民事赔偿的话 拿这个去赔就够了 这当然是一部分 但是我们今天要聊 我想最重要的意义是 保险 顾名思义就是要保障 你有风险的时候 要怎么样来弥平你的风险 所以怎么样把保险保足 减低自己的负担跟担忧 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 对 车子的部分 我所知道的就是 业务员会问你说 你要保假事 已是秉事 然后我就会重新再问他一次 这中间有什么差别 说实话 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 其实刚请你聊到了 加以秉事这三个险 叫做车体险 车体险 保车不保人的 对 他主要是保车 但我们俗车的权险里面 就跟套餐一样 保险其实就像你在吃吃午餐 你要有一个主菜 有主菜之后呢 你才能选副菜 没有人去吃吃午餐 只买一碗白饭的嘛 吃空气 你一定会先买一个主菜 然后才会挑你要什么样的东西 来加进去 保险的保单精神是一样的 你选择加以秉事之后 你就可以再选一些附加险 比如说这个什么酗酒险 比如说乘客险的金额不一样 或者是这个意外险的金额 甚至脱掉险 脱掉险 但是你也可以单独保 你也可以不要保车体险 也是可以啦 但是通常我们在买新车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主险 就是甲乙饼式这一些 来跟其他的附加险做搭配 甲乙饼差别在哪里 甲乙的话 它就最重要的是不明车损 它是包含的 就是意思就是 不管车怎么样 它都赔啦 也就是被人家不知道怎么样 什么时候刮了一道 对 它都赔 那乙鞋的话呢 其实最重要是要有包含证明 它才赔 A到旁边的数 保险公司要找得到肇事者 肇事者是数 那没关系 保险公司会赔 也可以 会赔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记录的 它就不赔 是以示一定要报案 对 一定要报案 一定要报案 假释其实也要啦 但是假释 通常就是因为 保费金额非常高 所以保险公司大概理赔 都会比较充宽来认定 那其实现在最多人保的是 秉氏鞋 那秉氏鞋就是俗称的车碰车 那顾名思义就是车跟车碰在一起 之后才有赔 不管是被追撞 或你去撞人家 是 那关于车子损伤的部分 他就会帮你进行修复的赔偿 有赔偿金额的一个上限之类的吗 赔偿金额上限 通常在保单里面会注明 也是有 会注明 你这台车的产值是多少 成保的金额是多少 那当然他会有一定的折旧率来算 比如说你的新车挂牌之后 他可能只赔九成或八成 这每一家不一定 那他的这个折旧率 他也会算进去 那当然你也可以保一个附加险 叫免折旧 免折旧 其实有这种险 有 这是一种附加险 像我折旧有保 为什么 因为你这新车第一年 你挂牌第一天就要算折旧了 对啊 就可能落地就开始折旧了 对啊 但如果第二天就撞到 那不就亏了吗 所以你如果多加一点钱 买这个免折旧的话 他就能够这个理赔的金额 会比较接近买的价钱 是新车才需要吗 免折旧 新车才需要 第一年才需要这个免折旧 你旧车的话 当然就用了一年之后 你就会有正常的一些折旧 可能就不会那么心疼了 所以他其实他的金额不会很高 他金额不会很高 其实附加险的金额都不高 像我们最近很流行的 这个什么超跑事故 大家都在很流行在讨论 其实这个买保险的时候 你要买超额的意外险 很重要 超额意外险 就是我们说的超跑险 对俗称的超跑险 因为现在车其实随便撞都很贵 比较说超跑 你一般的车 如果你有个HID或LED 一颗大灯都差不多两三万块起跳 所以这个随便一个事故 可能车头轻轻一撞 都是六位数字起跳 所以你如果没有保车离险 或者是你没有保这个意外险的话 其实这个到时候车祸的时候 对经历的负担都很大 他的金额不高 对 一般来讲 这是保意外险财损的部分 就是要先保意外险 对 那意外险有分保障的金额 对 那意外险有分赔人 或赔这个财产损失的 那赔人的话当然就比较容易界定 就跟我们刚刚谈的强制险是一样的 那个大部分是补强制险不足的部分 强制险保额如果是一百万的话 你的意外险你可以买到比如说五百万 这样加起来就有六百万了嘛 所以以正常的一个 像我朋友在保险公司当理赔 他跟我说一般的事故啦 如果真的很不幸有这样的状况发生的话 大概这个额度是比较好商谈协商的一个基础啦 如果只有一个强制险一百万 那就可能 大家双方就很难有共识去谈后续的和解嘛 那如果说我们有保一个意外险 有个六百万七百万 加起来的话 大概对于不幸的人的话会是一个比较好的 这个是人的部分 对 加谈基础 这是人的部分 那另外有个财损的部分 就是车子当然是人标有事最好嘛 那车损商怎么办 比如说我们撞到一个超跑 那一只保险可能要五十万 你就说哇我的小鸭卖掉都不够赔 对啊已经折就不够赔了 是啊不够赔那怎么办 这时候你就要保这个财损啊 意外险的财损啊 你要保高一点 你可以保三百万五百万 都可以保 那那金额差距不会很大 以我自己的车来看 我记得印象当中 就是差不多几千块而已 那当然现在也很流行 你刚刚提到超保险 它可以超额一千万 一个事故可以赔到一千万 所以你即便是撞到法拉利 就一般的法拉利 限量版的不要讲 大概这个保险都还有办法 cover掉赔偿的部分 是这是属于意外险在财损的部分 对 我们一般的什么甲乙饼这些 全险当中有包含意外险吗 甲乙饼是车里险是保你自己的车子的 哦这样子哦 对啊你保的意外险是保别人的 赔别人的 所以不能够说我有保甲乙饼 我就很安心了 你保甲乙饼你要看里面一条一条附加险 那个菜有没有夹到这个盘子里头啊 如果没有的话 发生事故是没办法赔的哦 甲乙饼是险 只是保你自己车子的车体险 至于你的业务或你的保险业务员 帮你配了什么样的附加险 这个你要保单详细看清楚 一般我的建议会是哦 除了新车保车体险 就是甲乙饼之外 强制险当然是政府规定一定会有的啊 再来意外险 你的保额要保足 至少人跟财损的部分 都要分别保大概500万以上 另外就是超额险 最好直接买1000万 还要再另外买一个超额险 对再买一个超额险1000万 其实那个保费不会很多啦 是 好所以好几个险 你看车体就是甲乙饼选一个 意外险 第三责任险 意外险部分人跟财都至少500万元 另外还在保一个这个超跑险 1000万元额度 这样就算是一个新车的 比较套餐全套的有了 对这样算是一个比较基本的保障 我有一个观念 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就是说我觉得 好像是新车前两年的时候 才去买这个甲乙饼 如果说等到第三年啊 第四年以后已经不是新车了 可能这个保险就可以稍微的 不用保的那么完全 这观念对吗 这观念可以说对 也可以说不对 看你自己如何认知 你如果非常宝贝这台车 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保啊 因为其实他的这个车离险啊 他是会随着车铃逐渐下降保险费的 因为他计算的这个承保的金额就不一样了嘛 你新车可能是100万 过了第三年之后可能只变60万的承保金额 所以保费是会下降的 就没有以前那么贵了 对就没有以前那么贵 所以你还是可以继续再保 像像我的车有一些也很老啦 我还是继续有保 然后像平常有在开一个车的话 因为现在车其实零件真的很贵 我还在强调一下 所以夹衣柄可以稍微的斟酌一下 但是你说的第三征险啊 意外险啊 什么超跑险这种东西 就是每年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对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乘客险你要买 就是保你同车的乘客险 对 那个不跟甲乙饼又不含在内了 那不一样 那也是一个附加险 就是保同车的乘客 特别是你常载什么同事啦 载一些这个不是亲人的人 但是如果朋友啦 等等这些乘客险还是要买喔 是乘客险他是一个人一个人吗 他怎么知道我平常载多少人啊 他保车 我是怎么买 保车的 他保车保一个最高的保额 比如说你保的是500万的话 就是这一个事故 这个车里面的乘客总共赔500万最多 是不管你载多少人 对 是这样子来分辨的 那我记得我大概都没有保乘客险 乘客险应该有啦 有包含在内喔 如果你都是原厂买的话 一般原厂的全险的套餐 大概都会有 保额高低不一样而已 我觉得我就是那种保险业务员跟我讲说 什么什么 我大概只能选一下是乙式还是秉式 或假式想一想 然后他说什么 我就给什么 不同的保险公司保费是一样的吗 不同的保险公司 基本上不会差异太大 那我是觉得你选一个售后服务好一点的保险公司来保 是比较重要的 千万不要说为了省一点钱去选便宜的保 你到时候如果没有办法出险 那个保费等于白角 这保险业务员对我来说很重要 就他会提醒我说 张小姐那个车险时间到了 要记得续约 因为我们常常都忘记啊 那是他们的一个业绩啊 他们当然有一个业务奖金嘛 但是你想想看 他拿那个奖金 他一整年都服务你啊 特别是你如果需要出险的时候 你一定直接打给他嘛 张先生李先生 我这个车要出险 然后你帮我办一下什么东西 我相信他也会很乐意帮你做这些事情 是好 保险真的是非常多的一些细节 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请 小七来跟我们聊一聊 跟车子保险 还有跟摩托车也要保险是不是 当然摩托车也是要保的 好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聊 我们要告诉大家说到哪里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这个录影的一些影音内容 除了中广新闻的YouTube频道之外 在哪里也可以看得到呢 在YouTube的小汽车关联频道也看得到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小七曾燕好 接受访问 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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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